感谢大伙掌声鼓励啊 对 上台来呢 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啊 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我叫孟贺唐 好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介绍完我了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旁边这位呢 是我的搭档叫周九 不那个叫严赫祥 谢谢 谢谢 严赫祥严老师 初次合作 真是我们哥俩第一次合作 对 这几期录下来之后 有一事我不知道您发没发现 什么呀 我们比赛每次斗跟演员 都比捧跟演员最后的分高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这么个现象 就拿咱们俩来说 站在舞台上 为什么凭什么 我就得比你分高呢 你自己考虑过这个事吗 不是不是还没比完呢吗 这不是 说没比呢 但是在这我 跟大伙托付两句 如果一会儿投票的话 您想投孟赫棠的时候 您别投 您把这票全部投给 严赫祥 不不不 好不好 谢谢您各位 您真的想投 您把票全投给严赫祥 我这给您托付呢吗 这不是 我不是不想让你给我托付 关键是 万一一会儿我分真高了 那是我自个儿努力的 还算你托付的 我托付的呗 对不对 我只能是 不是我那意思 我怕呀哥 你万一分特别低怎么办 我也怕呀 那万一我分特别低 你再托付完了 那算怎么回事呢 这 那就证明你没救了哥 不是咱有点信息行不行 哥咱聊跑片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您说 让大家伙多关注捧根演员 你说捧根演员不容易 真不容易 您琢磨您 没事还去小剧场演出 对 您的斗根呢 郭麒麟 拍个电视剧 拍电影 综艺 广告代言 有时我也琢磨 什么呀 他那底儿怎么就那么好呢 但是咱不 咱不说人家 咱就说咱台上 咱就说咱这场 台上咱哥俩往这一站 为什么什么好事 都是斗根演员呢 报幕员一上来 先报斗根演员 还真是 对不对 上来斗根演员先说话 嗯 凭什么我就得是主角呢 你看 要不然那孟和唐现在火呢 人家这个觉悟多高 对不对哥 你不能是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 什么那个相声永新人 第一季总冠军 德云斗校舍 第一季总冠军 上过央视元宵晚会 我是七队队长 郭老师爱图 我老上综艺 我小有名气 你就拿我当主角吧 那你就应该是主角 为什么呀 您这叫凡尔赛 您知道吗 这怎么能叫凡尔赛呢 那您这什么呀 事实 行行行行 我以为您这半天您要夸我呢 不是哥 不是 您也不错呀 那您说说我呀 那人 盐和强 人这么多年通过自己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 是不是上那什么了 嗯 那个 上那 那哪 那个 嗯 啊 后来 后来又去那个 那个 那个 最后吗 不是 落的那个 他不错 我哪不错呀 我都丢了 我都 我到底去过哪啊 我到底 一时恍惚 一时恍惚 这就别提了就 不错 他确实不错 你不是 我那意思 哥 今天既然咱哥俩 合作一回 第一次合作啊 既然咱哥俩合作了 今天您当主角 我当主角 对 那你当配角啊 我不能当配角 你怎么不能当配角 我相声有心人第一季总冠军 德云斗孝舍第一季总冠军 我央视元宵晚会 对不对 我是郭德纲爱徒 你要喜欢这句 您就刻在身上好不好 已经吻好了 我给你看 不是 俩个都是主角 俩都是主角啊 那没配角 显不出咱主角了呀 就不要配角了 那没有配角 怎么能显出咱主角来呢 对对对 得有个配角啊 这好办 这还不好办呢 来这么多观众朋友 对不对 哪一位 那都是 这不 我的衣食父母 人 对不对 你拦我干什么 不是您提配角 您提衣食父母 这不想沟通一下感情吗 您先说配角 不能在观众里边找 我想的是 什么呢 报幕员 是 岳云鹏啊 他就得是配角 人现在这么大腕 人跟你当配角 他就得是配角 为什么 因为你琢磨 报幕员 他能有什么节目 对不对 他就上来 报完幕 然后就下去了 下来之后 你在岳云鹏 那么大局 那么大腕 跟角腕 没关系 知道吗 接下来有请郭德纲 于谦给您表演一段 好吗 你干什么 我当配角 你干什么 张罗伦那句话 怎么说来着 我像你哪朋友 我像你哪朋友 不是你干什么 我像你 他真行 他会玩 他也不乐意 咱都主角 得了吗 你是现在的 我跟你说说 岳云鹏 你蹲下 我又跟你说 岳云鹏 现在他不愿意 出于露脸 他也就报个目 他不当配角 谁当配角 对不对 他也就报个目 他那现在脸越来越大了 镜头装不下了 你知道吗 他 你知道他 有病啊 有什么病啊 脸癌 我都没听说过脸癌 你知道他有一小毛病 什么毛病 导致脸癌 他老躺沙发上睡觉 谁得谁坐呀 对 完了 脸癌又来了 你看明显有道沟 看到吗 脸癌 现在算 就是孙岳做 孙岳现在已经被传染 他臀癌 你信不信 接下来一分钟 电视都播不了 电视黑屏 你知道吗 腾讯黑屏 我大指挥 我抽死了 哥哥哥 我错了 我错了 咱仨仨都是主角 我不说你了 行不行 向上好好说 好好说 我们是小学生 我们好好说 对哦 这到底怎么办 咱找不了这些人当配角 谁当配角呢 咱不能找活的了 那怎么办 话筒 这死物能当配角啊 话筒 音响 那压根就是配角 他就应该当配角 对不对 他压根就是为咱们服务 没事了 没事了 他压根就是为咱服务的 音响老师 你给我掐了 干什么 疯了吗 不想干了 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看我像你哪个朋友 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掐了 你给我开开 掐架是不是 你说单挑还是群肉 这就是这哪个 哈尔滨知道吗 这是哈尔滨你知道吗 全非我也没声了 我招谁惹谁了 算你有脾气 哎 没声我们就说不了相声吗 对不对 没声我们也能说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没错 虽然没有话筒 每一个字送到最后排的 一个演员的耳朵里 我跟你往里塞 你别说听见 哎 今天我们哥俩就没有麦 给您说段相声 相声 讲究说学逗唱 对 没错 我现在特别想说一句话 音响老师 我错了 哥你怎么认怂了呢 我要不怂 他能把这开开吗 那是你是从他开开的吗 那肯定领导找他了 刚才我那个提示 把他吓住了 对不对 他就得当配角 哦 他什么 他就他就干什么 他就进来插上电吧 这玩意儿整有声了之后 他就回家了 回家完咱演完了 他再回来 他能干什么 你得配合演出 你就配角了 对吧 行了找着了 咱俩主角 咱俩主角 找着配角 有配角了 来来来来 那个 怎么说呢 上台来呢 得感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 感谢大家 你看你看 服了吧 服了吧 还给来点小音效 是像那些个说像的 对 上台呢 怎么都也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学生郭德纲 向我的一时父母们致敬 刚才有点害怕 刚才可能手滑了 手哆嗦 失误 失误 被吓到 没事没事 咱们接着 甭甭管他 我叫孟赫棠 这位老师是闫赫祥 闫老师 我们哥俩呢 都是主角 谁是配角呢 这个话筒是配角 音响是配角 所以说咱也不用聊他 那配角 有什么可聊的 说咱俩 我们俩给您说段什么故事呢 说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 谁啊 我有一个朋友叫阿伟 阿伟 就死了 你挑的吗 武相 阿伟死了 谁说阿伟死了 哪儿不 阿伟死 阿伟我们俩认识五年了 能死吗 开玩笑 你知道这五年 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要疯啊你 你是不是想上来啊 你是不是想出头啊你 这五年你是怎么过的 你给谁捧梗呢你 他问我吧 跟那个没关系 我说我的 你给我捧 你给他捧什么 你给我 消停的啊 哎呀 妈气我累吵得疼 我是说 说哪儿忘了 说是 我在后台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 爸爸接电话啊 你这铃声够特别的 谁用这破铃声啊 破铃声 不不不不 不是 那个谁不是这破铃声 不是说您那破 不是不是 我说压根这故事 跟这铃声就没有关系 关系 我说接了一个电话 是阿伟打来的 阿伟问了我一个问题 非常的重要 问什么呀 他问呢 什么是快乐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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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是这问题吗 那你说这呢 什么是快乐星球 不是问的这个问题 他问的是什么呢 他问的是 什么是快乐星球 咱别受他影响 一小时 爷爷在此 你要干什么 我是主角 他要封 他要成精啊 他要成你是主角 您让观众屏幕里 我们俩在台上说 他在后边 他是主角 忽悠 接着忽悠 你音效还挺多啊 你还管得了观众 还看谁呢 行行 你先等一等 你先等一等 不是 咱这么说 咱这么说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 您在幕后 我们俩这巴巴的 给观众说一下 傻呀 谷言无情 音响 告诉你今天 不是你死 就是我慌 你过来啊 我 哥你拦着点 我 你拦着 哥你别走 你干嘛去 我下台了 那是为什么呢 我就知道 你们俩配合挺好 跟我没关系 我走了 去你的吧 我拦着你了 多好 我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哥我发现了 他得罪不起他 您消消气 我也 我也冷静一下 好不好 就是啊 我发现 音响师 你厉害 你有东北爷们那种 一股的 一股的钢筋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了 我们哥俩错了 行不行 我们错了 咱仨都是主角 咱都是主角 再找个配角 你就别玩了 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不够他搅和的呢 这个不行 咱还得找一 找一配角 不能是他呀 灯光 灯光怎么能是 能是配角 您也是主角 对不对 那就是道具 对 道具可以 道具也是 道具也是主角 道具也是 我定了 化妆是配角 你们要干什么 做什么 我就是演个相声 你们配合就好了嘛 搞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就我是主角 你们全是配角 我看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停 停 走 走 下去 那姑娘留下 别来了就 你先说话吧 这都 我没摆你那留下 这演出全失败了 不是 哥我发现了 咱俩不是主角 他们是主角 你呀 根本就没明白 像是这种形式 看似简单 一捧一道 实际上 幕后的老师 灯光 音响 道具 服装 都默默付出了 没有他们的努力 哪有咱们的光彩呈现 所以人家 才是主角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么说 我们错了 你错了 应该感谢人家 应该感谢人家 感谢音响老师 给我们的这么好的声音 感谢灯光老师 让我们在舞台上 绚丽多彩 感谢道具老师 在后面默默地付出 谢谢你 感谢摄像大鸡的大鸡 大鸡 感谢 感谢化妆老师 给我泼的一盆冷水 让我清醒了 我清醒地知道了 我得告诉你们 这个舞台上 真的如果没有孟和堂 你们啥也不是 这么些人呢